欢迎收看这一集的新闻新序夜 我是丁玉祥 这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从柯文哲涉入器官买卖的疑云开始 为您揭开中国滥用器官移植的黑幕真相 美国作家伊森格特曼的新书《大屠杀》中 有提到曾经针对大陆滥用器官移植仪式 专访过武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 目前这本书还没有中文版 不过柯文哲涉器官买卖遗云 却受到了台湾媒体的极大关注 但您先来看到28号 柯文哲亲自面对媒体 强调他从来就不是器官移植的前客 选前一个月卷入腹中器官移植买卖事件 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澄清 格特曼新书《大屠杀》中 介入器官移植仲介的医生不是他 由于事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罪行 对手连胜文认为这非常恐怖 要柯医师说分明 如果这个是真的话 那听起来真的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那这个我想柯先生有必要 对于这种对他形象 个人形象严厉的指控 要说清楚讲明白吧 中国大陆就是器官来不明 但是是不是来自法轮功的时候不知道 你说台湾有没有医生在做这个行业 废话一定有了 因为这个器官移植在中国大陆是很大的生意 我想去换人就知道 这都有价码了 所以所以这个对他是个暴力 从台湾附露境外移植数量庞大分析 坦诚存在器官移植前客 一手建立台湾器官移植登陆系统的 柯文哲感慨 当年在器官移植的未尽之夜 一是有钱人附露境外移植 不受健保规范 二是中国器官来路不明 台无法管制 出事也找不到人 很多就去大陆犯 他是病人 回来就变成 他变成假荷道修补 变成那个在做经客 中国大陆目前的器官移植 在全世界大概排名第二数量 美国第一 中国第二 可是中国大陆 95%的器官来源不明 因为你没有登陆系统 这些永远都是一个迷 柯文哲接受采访 揭露中国大陆器官移植黑幕 不料主角却变成自己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 副理事长黄世维 带来作者葛特曼声明 他没有说科幣的中介器官卖卖 如果英文上大家解读不同 那有可能 第一个是说 他提到说 那个他有受到律师函 那他选举会再跟科幣讨论 怎么去修改书的内容的事情 这样子 那现在选举行 他请大家现在关注的是 中共强在防控宣系官 作者葛特曼是前美国智库研究员 访谈七年二十九个国家 一百多个案例之后 大屠杀在今年八月问世 面对影射事件 葛特曼除了表示愿意修改 也呼吁各界应该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 血缘器官的严重人权侵害罪行 新唐亚太电视 陈金教高杰伦 陈振张轩 他们台北这么道 由于中国器官移植大会 刚好就在二十九号到三十一号杭州召开 因此当科幻者办公室在脸书贴出声明 澄清被指摄入中国器官买卖仪式之后 许多关注中国器官移植的消息 也立刻引发网友的热议广传 十月二十七日傍晚 柯文哲办公室在脸书上发表声明 强调柯文哲接受大屠杀一书访谈中 曾详细探讨中国大陆器官来源不明之问题 柯医师也曾多次公开呼吁 各界应正视此一问题 但书中所述与大陆官员接洽 或购买器官之情势绝非柯文哲医师本人 要求予以更正 消息引发脸书与PTT网友热议转传 有网友说乱摘法轮功团圆器官的是中共吧 有网友则说活摘器官很不人道 阿文快出来开轰 要对手国民党连社文表态 还有网友看过伊森·葛特曼大屠杀书籍后认为 柯匹后来被禁止进入中国大陆 应该是他发现这种不人道的事情 告诉葛特曼让台湾人不要移植 黑心器官 大陆犯器官这件事情 我想台湾政府在一个程度上还是要表态的 至少要表态要管理 也不能说这样睁着眼睛 然后装作没事这不好 2012年柯文哲 当时以前台大医院器官移植小组召集人的身份 提出中国移植黑幕 呼吁当时的马政府正式附入移植乱象 并提出管理 当时从中国移植数量及等待配型时间分析 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 达佛表示 中国存在活体器官共体 而最大受害群体是法轮功修炼者 新唐人亚特电视 正令报道 其实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罪行 早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接下来的这一则新闻 我们带您聚焦前美国智库研究员 资深调查记者伊森格特曼 访谈7年29个国家100多个案例 今年8月才问世的大屠杀 格特曼的新书《大屠杀》 给予他5年来对120多人的采访调查 包括50多位曾被非法劳教和监禁的海外法轮功难民 以及去中国大陆实地采访警察和医护人员 其中就有维族外科医生安华托地 1995年活体摘除死刑犯器官的亲身经历 和两个身脏拿下来 实际上有限的死刑犯根本不足以解释 中国每年大量器官移植的来源 格特曼的调查显示 大部分的来源是被囚禁的法轮功学员 他们叫他说 你一位兄弟 你不是一个外国人 我们会给你中国的价值 但不过那 我们知道你会关注 在这些质量的质量 他们可能会出现了质量 他们可能会出现了质量 你不想给这些质量的质量 他们说 我们想要确实你会得到最好的质量 你会得到所有质量的质量 这些人们是年轻人 他们健康 他们不喝 他们不喝 他们试试非常好的质量 所以我们期望你的质量 其实他非常质量 但他很害怕 他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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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活生生的势力 在大屠杀中还收录了很多 我说 至少65万 65万质量 从俄罗斯兰 到2008年 现在证据 我还有新的证据 大屠杀 大屠杀一共十张 格特曼用了六张来探究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等可以买到 新台记者使清 读伦多报道 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低调召开 主席郑树森的争议遭到起底 中共活摘器官曝光 八年来国际抨击升高 更精彩的内容 新闻新视野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新视野 这个星期三 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低调召开 而主席郑树森更是被曝出拥有不搭界的政治身份 既是换肝大雇又涉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 而今年的6月 郑树森就在海外接到了追查国际组织的迫害通知 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一团多 会议首日 网站只放上30号31号的议程 没有更多图文资讯 而官网也只有中文版 没有英文版 其实2014年移植大会 原定在重庆召开 而重庆这个名字 容易让人联想到 涉嫌参与活摘器官罪行的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 为了掩人耳目 64岁的郑树森 接下器官移植大会主办权 而郑树森截至2009年 共进行肝移植1080例 肝肾联合移植25例 是中国移植数量最多的患肝大户 他是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但还兼中共迫害污蔑法轮功的打手 浙江省反邪教协会理事长 今年6月 郑树森赴英国伦敦 参加移植会议期间 接到追查国际的参与迫害通告 郑树森脸色立刻发白 神情慌张地上车离去 而现场的国际医学专家 也聚焦郑树森和中国军队 医疗体系的罪恶 追查国际进行全面追查取证后 上个月公布参与活摘的第一批231家议院 共2007名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 黄杰夫 郑树森 石炳毅 沈中阳等 中国一支大会前后主席和14位共同主席 确定都在名单之内 新唐人亚特电视 送客报道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才刚结束不久 28号器官一支大会进行的前一天 中共官媒就报道 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遭到正式起诉 罪名是巨大数额贿赂 而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 也证实徐才厚掌控的中共总后勤部 直接的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系统性犯罪 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遭正式起诉 罪名是巨大数额贿赂 追查国际也曝光 中共军队设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调查 前中共国防部长梁光烈在电话中承认 中央军委曾开会讨论 军队关押法轮功学员及军医院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事 近来陆媒曝光黑石交易器官案背后 不少是由各地军医院直接涉案 追查国际公布电话录音 前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神部部长白书中坦白 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 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直接下令 担任这个总后卫生部长的时候 就是摘取再压法轮功人员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 是当时的总后部长王克布置的任务 还是军委直接下达的命令呢 当时是江主席啊 后来江主席听说有一个批示 就是人员卖肾做手术 这个应该说就是开展设议值的不单是军队地方 用国家机器建立一条龙杀人产业 再加上全球最大火体器官库用以牟利贩卖 徐才厚掌控的中共总后勤部 被证实是火灾器官的核心机构 如今古俊山徐才厚周永康相继落马 或许更多的事实真相也将随之曝光披露 新唐亚太电视台湾台北这里报道 八年前2006年首次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人证曝光 八年来国际推动跨国的调查跟联署 甚至推动多项决议跟公约来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世界移植医学会已经表示将来重大的移植医学会 都不会在中国来举办 厦门杭州中国器官移植大会几届下来 都在国际抨击浪潮下举办 其中多位医师都被指控摄入中共的国家军队体系 进行系统性暗需杀人 然而多年下来没有一个人在中国被调查惩罚 今年四月以来亚洲 欧洲 澳洲及美洲的国会议员 相继发起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国际联盟Pafel 七月欧洲理事会通过反对人体器官贩运公约 并开放欧洲理事会 47个成员国及成员国以外的国家签署 包括部分在法轮功学员活体上摘出演讲 我的家人告诉我说 他说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 因为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活的 2006年首次有人证出面 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行 之后加拿大调查员大卫麦塔斯大卫乔高 公布52种证据证实中共活摘暴行 仍未停止 国际医师成立Dafel 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 并在全球53个国家 获得150万民众联署 要求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今年7月 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通过281号决议 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释放所有良心犯 并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要求美国政府应向医学界宣导 中共滥用器官移植的危险情况 八年来国际多管齐下 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浪潮 已经势不可挡 新唐人亚特电视综合报道 中国器官移植黑幕 我们独家采访到了病患家属 台湾境外移植九成赴大陆来进行 国际专家敦促修法 更精彩的内容 新闻新视野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新视野 您知道吗 台湾民众到境外去进行移植器官手术 有九成都选择前往了中国大陆 冒着器官来源不明 以及术后可能出现的严重感染风险 这些病患用人民币大约两百万的价钱 前往大陆医院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接下来的新闻 我们将带您来看到 2012年 我们独家采访到了器官移植病患的家属 带您第一手了解 中国器官的移植黑幕 高龄的肝硬化患者A 先是请托台商打探器官移植讯息 在2012年9月初 以一般出国的方式 前往大陆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而且选择一次手术 同时患肝 与因为治疗肝病 也受到损害的肾 我本来早上是要换肝 所以那名医师建议说 与其你之后再来换肾 到目前就与其 就像换汽车零件一样 医生荒谬地向病患推销换器官 而且能够同时拥有适合的肝肾供体 在台湾根本不可能 可是A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被通知 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肝与肾 我只能讲说 从那一天见到他 到后来有公体可以做手术 大概经过了 一个多月 说实在他比对 我也不知道他比对 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因为他已经建议了资料库 然后公体出现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到底 是不适合还是怎么样 其实A还不算快的 家属听说有的病患 一个星期就动刀 根据报道 有大陆医生一年完成 246例肝移植 也有病人48小时内 就进行两次换肾 高效的不可思议的移植手术 让过去十年 国际人士前往中国进行 器官移植旅游 盛行一时 有外国人 但是没有去仔细去学认 说到底是哪一国国籍 只知道说十楼有个 有个比较什么 他是觉得什么 国际什么特区的 什么病房 那个门 那个门境就比较顺眼 里面可能一些比较特殊的 背景的人都住得很 我猜了 大陆医院仿佛就像黑暗的 器官供应超市 活生生的肝肾被切上架码 有病患愿意出钱 所需配型的器官几乎是 随药随到 对 外一个他们这样 一个组大概就有 五六个六七个 那么多组别 那医生大概就 几十个 开刀房好像都在定了 但我没有想去看过 不知道几个开刀房 然后是主委 不知道他们到底 是什么时候懂得 其实有些小事 出来的时间不是很确定 大概凌晨两三点左右 A与许多其他 器官移植者一样 移植手术可以说是 完全秘密进行 医院也尽可能地 对家属隐瞒讯息 从医师的资料 办理的文件 比对的情况 都在含糊中带过 从过去到回来 三个月了 也可以讲 讲到整齣的讲解 大概三个月了 两个月要花费的话 前前后后 现在零零岁才比较酸 应该大概是 一千五百万台币 虽然已经足足 花了一千五百万台币 但术后的A 就一直有感染问题 对 因为感染了 所以功能没有发挥 还有一些精神状况 的部分 都是类似的 术后两个月了 术后两个月了 到现在还在讲 回到台湾治疗的A 虽然状况一度稳定好转 不过在移植手术一个月后 A 中风 没有任何意识 台湾医师推断 是因为细菌感染 一千五百万台币 买不到健康 却换来了 严重的感染 来源不明 器官交易买卖 医学道德 伦理气质 蓬勃发展的 中国器官移植中心背后 已经被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 存在着违背伦理 谋取器官移植 暴力的黑幕 也许不只是病患 家属或医见 中国器官移植滥用问题 正在严重地考验着 所有人类的道德与良知 国际社会 目前是加大力度 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 与良心犯器官的罪行 新唐人亚太电视新闻部 持续关注聚焦这个议题 那么早在两年前 在新闻新视野的座谈节目当中 我们就邀请了多位的国际专家 共同讨论中国器官的移植乱象 而其中台大医师柯文哲 也曾经是我们的来宾 2012年台大医师柯文哲在新唐人新闻新视野节目中有感而发 提出中国器官来源不透明 和赴大陆移植的严重风险 根据卫福部最新资料 台湾附陆移植病患2012年有111人次 2013年108人次 近两年境外移植有9成7都赴中国 然而中共至今不开放国际专家赴中国调查 医学与法律权威人士都质疑 中国存在活体器官供应库 法轮功学员是最大受害群体 台湾正进行修法 包括医师在内的器官仲介者 将被刻以行责 除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法金 目前立委前丘警推动将器官移植旅游的行为 纳入刑事惩罚 正进入朝野协商 以色列移植医学权威雅各拉维曾经来台 介绍以色列怎么杜绝中国移植旅游 专家表示以色列成功提高了国内器菌数量 更让病患免于赴中国承受高风险又不道德的器官移植 而台湾下一步会怎么做 外界关注 新唐人亚特电视综合报道 国际社会加大力度来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与良心犯器官的罪行 台湾也准备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修法 对于器官仲介者可以行责 不过目前法案送出未还委员会至今还没有提交到朝野协商 中国器官移植大会10月底在杭州低调召开 但挡不住国际间对中国器官移植黑幕的批评声浪 在人权与维护国人健康医疗保障下 台湾已着手修法 包括医师在内的器官仲介者将被刻意行责 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金 目前立委填究警推动将器官移植旅游的行为 纳入刑事惩罚 不过却迟迟没有被排入朝野协商 延宕这个法案的这个协商 那真的也让人家不得不要多想一想说是为了什么 你说疏忽忙到忘了 我们也再提醒你了 那你都不排 是不是医界这些在做器官移植的block 这些仲介有给你施压或者是关缩 那不然的话作为一个保护人民健康 以及这个让这个器官移植的整个体制更透明 我们的这个整个修法应该是赶快做下来 然后这个谈出一个共识 以立法院惯例 法案送出委员会一个月内应该召集朝野协商 如果协商不成将送院会表决 但目前已经超过时间 召集委员徐少平似乎还不打算送交协商 如果徐少平委员对这个条文还有疑虑 也没关系你排朝野协商的时候 我们协服部官员自然就会讲说 这样子的条文他们能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慢慢慢慢来达成共识 所以才需要朝野协商 根据田丘警委员提出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第十二条修正动议版本 移植器官经剥削强迫取得者 医师不得执行移植程序 健保或其他支付机构 应该拒绝与器官移植相关的治疗费用 新唐人亚太电视卢天长张明竹台湾台北台湾报道 以上就是新唐人亚太电视新闻部制作的新闻新视野 我是宁玉祥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明镜